你好,我是Scott 今天讲一下雅思考试写作的第一部分 雅思考试的写作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你大概有20分钟去完成 第一部分是要求写150个词 第一部分的内容是让你描述一个或两个图表 第一部分的评分标准有四个 第一个词汇 第二个语法 第三个有没有达到它的要求 比如它要求你写150个字 那如果你写了100个字 那就是没有达到它的要求 第四个连贯性 就是你整篇文章写下来是否连贯 有没有上文跟下文特别混乱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考试中会出现哪些图表 考试中一般会出现这五类图表 如果你还不知道每一个图表叫什么 那就赶紧拿个本子记下来 要不然你连考试的主题都写不出来 你说是不是这次考试就白考了 首先第一个 这个叫bar graph 这个一块一块的叫bar 第二个叫line graph 这是一条线 第三个 pie chart 圆的 下一个pizza饼 国外有一种吃的叫pie也是圆的 下一个flow chart 这是一个流程图 你写的时候要写step1,step2,step3 一步一步的 最后一个 这个叫table 表格 好,今天的写作部分我们先介绍到这 下一期讲一下怎么能得高分 OK Until next time take care